淡水老街河畔原本可以散步拍照打卡的步道 被一波波浪潮淹没 虽然这一次烟花台风路径北偏 不会直扑台湾 但可能带来好雨 加上适逢大潮 店家还是很紧张 店家不敢轻呼 门口先盖一层帆布 上面再堆满沙包 去公所管他台风有没有直扑 先准备500个沙包 分三堆叠在店门口 让大家可以紧急使用 就怕堆沙包太慢 有店家直接架好防水隔板的轨道 给他们麻烦的取代沙包 要不然这里都是被沙包 老板匕首画脚回忆当年淹大水 整个从岸边淹进店内 搞到当年的身材工具都毁坏 当然会 当然会 会担心 但是淹水淹起来 新北淡水每逢台风 加上大潮就可能淹水 老街上的店家每次都是胆战心惊 上午清洁人员也忙着清理 潮水带上岸的漂流物 海巡人员也在岸边巡视 就怕台风致灾会造成意外 记者谢君众王一众 SNG小组新北市报道 parentalised决定 第二 pequeño家电脱会 展阶 大转